每年寒暑假 孩子们的假期是最长的 寒亭和季星都会抽出时间 带着孩子们出去旅行 原本 对于时间的飞逝 季星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但是 看着自己的孩子 从一个到三个 从抱在怀里 到匍匐爬行 颤威前行 到飞快地奔跑 从小小的人 长到其膝盖 腰间 一晃眼 已经超过肩头 直逼季星了 那一年 寒称初中 个头已经超过了寒亭 两个弟弟寒锦 寒亭也都超过了季星 寒亭和季星带着三个儿子出行 走在慕尼黑的大街上 队伍很是壮观 寒亭自从超过季星后 就很喜欢搂着他跟自己比身高 他还很欠地点了点脚 在季星的头上比划比划 妈 你现在怎么越来越矮了 季星眼睛滴溜溜转 因为我儿子长高了呀 妈妈又没得长了 寒亭继续 那以后我只会越来越高 妈妈会是我们家最矮的那个了 季星翻了个白眼 跟寒亭嘟嘴 你儿子又欺负我 还没等寒亭发话 寒称就出面来收拾弟弟了 他一把搂过寒亭的脖子 往自己面前压 你很高吗 我看看 寒称的手力道还挺大 寒亭脖子都捏红了 连忙求饶 哥 哥 我错了 寒亭搂着季星的腰 轻柔地抚摸着头发 你是我永远最爱的人 季星扑呲笑了 那儿子们呢 第二 寒金打圆场 妈 我们都长高了 可以保护妈妈 三个男子汉 是四个 哈哈 一家五口的超高颜值 引起很多路人的注目 三个高高瘦瘦的少年 容貌气质修养都是一绝 寒亭在三个儿子的笔衬下 也毫不逊色 身板依然挺拔 身材依然自律 一点不像四五十岁的大度男同龄们 只看他的外貌 还总有人以为他才三十多岁 但看眼神 沉静 沉稳了许多 只有寄星 眼角爬上了皱纹 身材慢慢圆润起来 气质欲发高贵 优雅温柔 早知道找一个年龄大一些的男人了 这样显得我年轻 寄星照镜子时 时常这样感慨 你想要我早一点来到世界上 推迟几年认识你 那我们就做不了同学了 做不了同学 我们认识的时间又要往后推 也许 我的身边就会先出现别人了 出场顺序很重要的 你舍得 把我让给别人 寄星一把紧紧搂住 寒婷的腰 我才不要 你这么好 只能属于我 寒婷终于满意 轻浮寄星的脸 不就是几条皱纹吗 我也有 他大笑着 眼角的纹路脏也藏不住 这是幸福的纹路 只有爱笑的人 才会把幸福藏在心里 你说 我要不要去做个阴美 拉皮瘦脸什么的 看起来光滑一些 哪个女人不爱美 寄星也想过这个问题 寒婷毫不犹豫地拒绝 我就喜欢原原本本 完完整整的你 少了哪一部分都不行 你还有心思想东想西 寒婷的一个吻落在了寄星的脖梗后面 慢慢湿润打磨 是嫌我给的爱还不够吗 让我好好爱你 在一句句爱的表白和爱的动作下 寄星失去了思考 只顾享受最原始的快乐 胡思乱想也抛之脑后 是监制的功能 如果别让我看起来 你能不能再打开 你能不能再打开 我可以让你 相信我 我可以让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